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我们发现我今天穿的不太一样 这件衣服是在不久之前 我跟徐峰斌、徐教练去吃饭的时候他送我的 那我今天在写稿的时候就想到说 我今天的主题可以切到跟这件衣服有点相关的一个共通性 所以就想说穿着应景一下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成为大神是一个怎样子的体验 在我心中现在的大神就像是大鼓祥品 或者说RapJed、Jack Cole 还是说可能在宇宙界、安赛龙或是李宗伟 让我开始去想象到底成为今天这样子 我心目中的大神他生活中是一个怎样子的体验 那一定蛮爽了吧,就是就我来讲 我觉得我可以做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就有一定声望可以赚到很多钱 那一定很爽 可是呢,其实有两件事情在我生活当中 它有点去让我对于大神这两个字 他所拥有的生活改观了 第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在足球界是梅西派的 那我另外有朋友他是斯罗派 有一次我就跟他谈然后说 其实我不喜欢斯罗不是因为他的球技不好 而是他私生活或者说他有时候的发炎会比较暴躁一点 那我朋友跟我讲说 他其实也不单单是喜欢斯罗的球技 而是喜欢他的自律 因为他说到现在斯罗他在一个这样子的高位之上 但是他的饮食习惯还是很自律 就是他20几岁时的饮食习惯保留到现在 他是维持着 再加上他的高强度的训练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停过的 其实这样子的资讯进来之后 让我对斯罗是有改观的 让我想到说一个人他今天发个文可以赚几百万台币的人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的控惯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看了 兄弟像他们官方的YouTube频道发布了一个周思琦的一天 就是周思琦他骑单车来到洲际棒球场开始他的一天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棒球赛都是晚上开打嘛 是不是借棒球员就晚上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但周思琦说不是哦是这样子的 可能中午就得骑单车来到这边就地下室去训练 那训练一开始像周思琦他可能是老将了 或者说你可以叫老鬼 他要吃很多保健食品然后开始进行训练 先进行基地上的训练或者说打击训练这些等等的 做完之后他就回去泡澡让他的肌肉可以放松 放松完之后他要继续得吃一些保健品 然后开始去开比赛之前的会议 可能针对今天的投手或者说今天的战术等等进行讨论 最后才是上场的时候 所以我会这样想如果我今天是个小朋友 我梦想着我以后变成一个职棒选手 哇那样子看起来非常风光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这些职棒选手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大神 他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 他们的付出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所以呢我今天想要透过动画方式来跟大家聊一下 究竟我们可以如何一步一步慢慢的透过练习方式 让自己成为某方面的大神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学一个技能 例如说学Photoshop好了 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会 所以你可能就会上YouTube搜一下初学者起步的影片 一开始你为了找一个涂层的工具就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你看了很多支然后照着做 好像开始有点熟悉了 后来你想要更加精进 你上网报的PS进阶课程要价3650元 不得不讲这个课程里教的更难 所以有时候你会卡住 还得跑去问一些顺便在搞设计的朋友们 但好在这个老师他蛮细心的 他都有把学员们可以遇到的问题一一解释 这样子的学习过程感觉非常好 因为进步的感觉很明显 像是呢你学会用涂层混合模式了 像是涂层组的使用你变得更加灵活 感觉上你每一次上课都有在进步 后来呢你在课程结束之后 你开始在网路上接一些社群媒体的外包 你在做中学学中做 大概做了五六次之后 大致上遇到的问题你都能够解决 这时候我们通常会讲 我会用Photoshop 这样的学习过程它很常见 因为生活中的大部分技能 只要学到这个阶段就行了 只是说你会发现 这种技能你再去做个两年三年的 基本上你不会变得更加厉害 会变得更加熟悉没有错 但不会变强 就像是你的PS合成 它就是有点鸟鸟的 会被业界称为高阶合成 这就是这种学习方式它的天花板所在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件事情变成饭碗 要变得更加专业一点 我们就要来到下一个等级 有目标的学习方式 这个学习方式它的宗旨就一个 去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但也不要难太多 拿刚才Photoshop的例子来讲 这个人可以去拿一些高手等级的作品回来看 然后看看自己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出一个类似的效果 还是说你今天在做肌耐力训练 你可以在有教练的指导之下 逼着自己多做一组 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要去挑战自己的受挫力 重点是 我们的大脑跟身体 它都会发生值得改变 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动漫台词的 但它真的有根据 第一个根据来自老鼠 有个实验里让老鼠的后腿承受的负重增加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发现这个老鼠的DNA里的基因 竟然额外打开了一百多个 他之前没有用到的 第二个讲人类 讲一下伦敦 伦敦是一个鹿吃地狱 因为在这边有两万五千条街道 加上泰晤士河穿越市中心 桥那是一个又一个的 真的很难走 那如果你今天是个观光客 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对这个计程车司机说出一个地点 如果这个司机不能够直接开到的话 你就能够上网去检举它 这非常严格 所以平均来讲 要在这个地方考上计程车执照 需要花费七年时间 然后科学家们就对此好奇 他们好奇这些司机的大脑 跟一般人的大脑有何差别呢 他们观察的部位是大脑当中的海马回后缘 这个地方 它是帮助人们导航以及记忆的 结果发现 那些开越久的伦敦计程车老司机 他们的大脑当中海马回后缘越大 但是等到这些司机退休之后 他们海马回的后缘会慢慢缩小 变成正常值 这样子的结果它非常神奇 因为很像是我们大脑当中会自动分配 如果这个部位你更常用到的话 它会给它更多资源 让你慢慢变大 但等到你开始不用它之后 它又会慢慢减少资源 变成正常值 接着我们回到刚才练习的题目上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要去做那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让练习本身 它去挑战身体的恒定性 那这个恒定性我举个范例 当我们今天去运动时 你因为需要更多氧气 来帮助你的肌肉收缩 所以我们会开始喘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血液里 能够补充更多氧气 这是身体为了达到平衡所做的 它叫做恒定性 当我们今天去打破这个恒定性时 好比说 你让自己缩短时间 但是跑同样距离 在你前几次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累很累 但是大脑不觉得说这是什么大事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更改 但等到你一直刻意这样子练习下去 大脑就会认为说 倒不如我每次都让你这么累 我还不如改造一下身体 让你能够去适应这样子的速度 所以你大腿的肌耐力 以及早长的抓力就会提升 不开玩笑的 这就是这个训练方式的魔术时间 这也可以回过头再讲一下 我们之前那种学到会就停下来的方式 那种方式会让你觉得做起来非常有成就感 同时也觉得还蛮有趣好玩的 但有一句话非常直白 如果你今天觉得做件事情时 是轻松有趣的时候 大概就是没有再进步了 所以准确上来讲 如果你今天想要进步 肯定不好玩 这就是成为大神需要经历的 再来呢 我想要提到一个新名词 心智表真 它能够区别出真正的高手 跟一般人之间的差距 我提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他找来了普通的足球员 以及顶尖的足球员 接着呢 让他们看同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会在某个地方给停下来 然后问这些人 你觉得这个人待会会干嘛 是转船吗 还是射门 还是继续盘球 还是会假动作呢 结果呢 顶尖足球员 他们的预测答对率高上很多 但是如果今天去问他们 为什么知道这个答案 他们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一种感觉 很像是今天有些警察 他们看到有些人 在他们面前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认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心智表征 就是一般人看到的 可能只是一棵树 但你却能够看到这棵树 跟这个森林之间的关系 可能对于这些顶尖足球员来讲 他已经把数万次的防守经验 写进大脑的长期记忆区 所以呢 当他们看到影片中 这个人的腰部动作 配上大腿的角度 他们就知道 他准备要射门了 那这样子的功能可以干嘛 它可以让我们在实战时 你不必再花心神 去分析大部分的事情 因为那已经变成你的心智表征了 你可以有更多注意力 去关心对手的其他事情 例如说前锋站在哪 这样子你才能够有机会截球 或者像是那些厉害的厨师 他们今天吃到一个味道时 他们就有很多做法 能够将这个味道 好好应用的配方在脑海当中 所以这个东西这么棒 我们要怎么得到呢 答案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错误回馈机制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大师姐老师帮你纠正 但是这真的不是什么 寻常百姓家能够负担得起的 所以我们用一个替代方式 这个方式它叫做仿座 拿练习唱歌来讲 你可以先听几次爱在戏园前 然后自己唱唱看 用麦克风将你唱的给录下来 一定要录下来才准 因为唱到当下 我们基本上是听不出问题在哪的 最后你比对一下 周杰伦版本跟你的版本有哪些差异 你的爱有深埋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吗 没有的话你可以怎么修正 修正之后再继续录音 比对这样子重复下去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些预算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问题拿去问歌唱老师 这会赶上的更快 我们要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心智表真 它是正确的 你这样想 如果今天有个厨子 他喜欢做菜 但每次煮完之后 他试了味道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端出去给客人吃了 其他资深师傅给他的意见 他不听 或者说客人生气 在网上给的建议 他也不看 那这个厨子的心智表真 可能会有一定水准 但没有透过回馈 来不断精进的话 很快他就会达到天花板了 那来到这 其实我讲了Ittara ku 所以我想要给一个简短一句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让一件事情 变成兴趣 那学到会 而且做起来好玩有趣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这件事情上 变成大神 你必须一直逼自己跨出舒适圈 这个过程完全没有乐趣 但是你的大脑跟身体会同时改进 让你出现跳跃式的成长 所以来到这 我总算找到一个主题来谈这个 就是你们各位啊 就是给予我回馈的导师 你知道吗 虽然说有些人在留言时会比较凶没有错啦 但我自己回忆 自己做影片以及Podcast的历程 其实大家丢给我的意见影响很多 我最印象深刻的有几个 我在做影片的一刚开始 很多人说我讲话不清楚 大舌头 其实呢 这件事情我朋友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告诉我了 但我都不当一回事 所以好在有你们愿意告诉我 然后在Podcast上 一开始其实很多人说我赘字太多 例如说说了很多 然后然后然后 这些用词其实我都没有自觉 但留言一进来 我才会有个方向可以去调整 还有一个是最近的 就是有人说我在拍摄时太用力了 他觉得我在面对镜头时有点太过刻意 就让他看得很不自在 那以上这些事情呢 我都还在学习当中 常常我还在试着修正 那下一个批评又进来了 这的确有些困扰我没有错 但也多亏这些回馈 我自己在写稿 录音录影的时候 就很像是会有个实时的监测器一样 我会比较知道该怎么调整 所以说总结是 谢谢各位 爱你们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 我常常都跟别人讲 我有影片留言型的PTSD 这真的不开玩笑 有时候呢 一则留言进来 我一整天就废了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而且呢 我每次跟朋友吃饭时 我就会说到 我最近被说怎样怎样的 搞得到我自己很玻璃心 但老实讲 我就真的很玻璃心 我是Vincent 我们下次见 拜拜